以色列和哈马斯组织自去年10月7号 在加沙爆发新轮冲突以来 战火不断的这几个月已经在加沙地带造成 超过25,000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死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谴责以色列在加沙造成令人心碎的死亡 和在我时的时间当时的总统 包括我们的工程中的150个人 在7月7月7日上的恐怖的恐怖攻击 这是真正不可行的 古特雷斯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的 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开幕一事至此时形容 中东就像是个火药桶 各国必须竭力阻止整个地区爆发冲突 古特雷斯也认为 拒绝接受两国解决方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剥夺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权力 将无限期的延长冲突 而这场冲突已经对全球和平和安全 构成主要威胁